欢迎大家 又来到周庸周围讲节目 今天我们讲一个听起来很闷的题目 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重要是否要讲呢 其实重要都要讲得大家听得入耳 所以讲法就是我们从一出 《荷里活》电影《最佳电影》讲起 提到中国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 又再讲讲关于香港 中国 美国 为何是中国才有救呢 这个题目这样包装 希望大家可以有耐性听完 什么叫中国坤富呢 这段时间很重要 中国讲得很清楚 由全面小康共同富裕 水准提高 换句话是什么 那些穷的人就要富起来 大家富人最具富的还有 但是大部份的人都是富裕 就是揽核 最顶的那些很少 但是中间又很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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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一尾都瘦 这样就是一个最好的国家的情况 讲什么戏呢 大家不知有没有看过 刚刚这个奥斯加拿了最佳电影 最佳导演 最佳女主角的 Normand Land 《浪迹天地》 讲什么呢 讲美国穷困的人 穷到怎样 没有屋住 女主角 没有了 就是一生人打工到老的时候 没有钱 没有工作 老公死了 只剩下车 一天就唯有住在车上 一年有两段时间 可以找到一些临时工作客 月天的时候就去摘生果 就是摘生果是很大的企业 因为在那两个月里面 是请很多人一起去摘 因为生果很多时候 就是你要找手摘 就不是说你傲傲傲傲些 傲散了它 就是这样 接着到冬天 圣诞节之前 Amazon就发分货 因为每年电商 到那个年后 就是高度 到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寄东西去给人家 就是大家有明白 就是说你到老的时候 就是 供不起家屋 其实美国有一个 很特别的情况就是 就是我们说美国的情形 什么时候开始买屋 这个说是很重要 因为香港也是走同一条路 美国人买屋 多数三十多岁 就是接近三十五至四十的时候 就开始有存到一些钱 就落订买屋 他们的买屋 就是多数是 就是供多少呢 三十年 fixed 就是定了一个利率 就是供三十年 你想想 我不够钱供 那就改四十年 任着去到五十年都有 不过大部分都是三十年 那就是说什么呢 到你五十五岁 美国很多时候都是五十多岁 六十岁退休 到你退休的时候 突然间其实发觉 你是供不起一间屋 可能是有病 可能是两夫妻死了 一个没有子女 有一个子女都不知道 走了去哪里 没有人理你 这些美国的特别 去到那些位置的时候 当你一间屋都供不起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美国就是你不供 就是你卖 但是最麻烦就是什么呢 你卖了一间屋 是不是拿回那些钱呢 其实又不是 因为美国的楼 其实是没有升的 就是很多时候 都是这样的价钱 那你卖了它 就是你卖了它 收回那些钱回来 就是还了债 剩下这么多 那你住在哪里 租屋也租不到 就好像浪迹天地 那样 只有一架车 就周围走 那这就是说 美国痛苦的地方 好了 简单说一句 美国是什么呢 就是胡萝卜型 就是红萝卜型 红萝卜是什么呢 前面那里就很肥 跟着一直瘦下去 瘦到尾都是瘦 前面那一段 你当然 你是华尔街 你是做电商 你便赚很多钱 但是你中间去到尾 还有很长那一段 就是不好的 那有人说 究竟美国贫穷线在哪里 有人说贫穷线 最少有十几个百分比 美国人多少 如果你收入 是少过二万六千元美金的呢 二万六千元即是几千 即是二十万港元 二岛收入 你是贫穷线的 但是呢 其实人家说 其实美国有三十个百分比 的人 但是呢 这个贫穷线 并不代表 你可以养得起自己 如果你一家人 有两个小孩 很多人就说 其实你要养起自己 一家四口 你怎样都要五万八 即是 double 这个数 五万八即是多少钱 五万八即是四十万港元 有多少人有四十万港元 不多 我们说的收入 全部都是说美金 二万六美金一年计 你计算出来 大家明白我说的什么 那问题就是 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 即是你的收入时间 换句话说 你二十几岁读完大学出来 或者你出来做事 那你收入去到多少岁 五十五、六十岁 接下来你退休 你够不够钱退休 美国的情况就是 它本身 可能退休金是不足够的 因为你交税交得多 好了 现在我们拉回来 说说香港 香港的情形是很相似的 其实那个问题就是 过去大概十年左右 我们的收入 好像是跟着通胀上 但是底下的人工是扯不上去 那你人工扯不上去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到到 即是你五、六十岁 五十来六十岁的时候 你都可能在赚 一万多二万元 二万多三万元 那你存了多少钱 我们那个退休金制度 你有空回去计计你的强积金 拿一筆出来 就养得你多久 你说当年金 一个月收多少钱 几百 一千几百 即是你 如果你有少少钱 那你是靠什么 靠生果金 即是其实你看到 香港的问题 就好像在走着 美国那条路 就是你这些人 退休的时候 你是不足够的钱 香港比美国好 有两样东西 香港的人 最少你又储蓄 如果你没有储蓄 你好记住 开始你要储蓄 你储蓄 你储蓄一笔钱 除了强积金 你还有自己 有些 即是有得撕下 是吧 好了 香港另外一个好处 是什么呢 很多人 是住在公屋 即是换句话 你虽然没有自己的房子 你存不到一笔钱 但最少 你都有一间屋住 这个呢 就是香港比美国好的地方 好了 如果我们将它 看看大陆现在的情形 我们在讲大陆之前 就是讲一下香港 买楼的问题 到现在 你说要买一层楼 我可以存到钱的 第一 你买五百尺 四百尺 五百尺 或者三四五百尺的楼 老实说 价钱已经这么高了 你刚刚工到完 你工到老 二十年 工到完 刚刚好 剩下了一层楼 那你是不是很多钱 你又不是 因为相比上一代 他们买一层楼的时候 可能是千多 二千元 三千元尺 到现在买一万五元尺 那你便有得 有得存钱 但今时今日 你买一万五元一尺 你告诉我 再过多二十年 会不会变三万多 四万多 五万多一尺 到时谁买得起 所以香港的问题 跟美国一样都是差的 好了 我们讲讲大陆 大陆的情形 真的好很多 因为全国脱贫 刚刚做到 开始有点钱 但大部分人都是很低收入 换句话说 那些大企业 请人都市化 城市化 你是不是要 将你的薪金加高它呢 其实如果大家要明白 什么叫共同富裕 我们可以这样看看 他说是三次分配 什么叫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 由市场按照规律 原则进行分配 那是什么 很简单 即是你做老板 你做公司 你分多少钱给你的 员工 换句话说 你很沽寒 即市场是多少 我就只给多少 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他是上不了去 那现在内地会做什么 就是要求大企 根据市场原则进行分配 即换句话 将人工慢慢提高 即换句话 低等人工的 就变成中等人工 就变成中等上的人工 换句话说 储负于民 你是赚少些 但是你这样做 但是为何做得到 因为 简单地说 你可以建房子 你可以租地方 你也是有限钱 就是目前中国 你可以搬到一个便宜些的城市 去做 其实你这样做 就可以藏负于民 好了 第二次分配 就是由政府 执重公平原则 通过税收 社会保重支出 再进行分配 这句很简单 我抽你多少钱税 香港就抽税少 美国就抽税多 抽了税出来 就全部打仗 但是香港抽税少 但是那些钱又不是 放到退休金那里 我们的强积金就不是很多 如果我们计算 有一个地方 给大家知道都值得好 就是新加坡 是没有退休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初是 公司和个人都要 供25%人工进去 个个都百万富翁 到现在15% 都是高分泳 我们现在的 退休金是多少钱 5% 你告诉我 到你60岁的时候 退休 是不是又要找份工继续做 你不找份工继续做 你怎样养自己 因为记住一件事 现在今时今日 人是七八十岁才死 还在不幸 还要生病 那你真是麻烦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 香港和美国 同样是这个问题 你的退休金 是不足以保存你自己 那谁做得到 大陆做得到 你可以用一个社会保重 即是退休金 加大它 换句话说 到你老年老的时候 你是有地方住 好了 你说你住楼现在怎样 现在简单 你买一层楼 三千尺 三千元尺 贵的地方 可能去到七八千 便宜的地方 可能两三千元一尺 那你还可以买得起 你买起后 你供了它 那你便可以 也要自己存钱 那这个情况 即是如果你说 大陆好 我们做不到 我们怎样做 这个又可以拉开来说 前海刚刚公布 增大地方 到120公里 即是代表什么 那些楼 多少钱尺 三千 四千 五千元尺 你说那个是什么 香港2.0 即将来那个 和香港是一样的地方 你香港买不到楼 或者你买一层楼 是要大概七百 五六百万的 就只可以买到三百尺 那你便现在想想 我在前海买一层楼 但是搬去前海住 一天坐车回来 坐高铁回来 即之旅之旅的东西 那边记得 喂 现在你万多 万五元尺 你买一层楼 万五元尺 那里三千元尺 你可以买到大三倍 它会不会升 到它升你便行 现在你在香港 升你都升不到多少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看 大家会明白到 前海对香港的重要性 好了 第三次分配 道德力量 通过自动捐赠 你那些有钱佬 就不要只顾着自己 在着自肥 要多些做善事 做些什么基金 这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 中国如果现在做 是赶得及的 香港赶不赶得及 有些民粹 所以你才有前海 澳门还有横琴 加大你地方 在一个便宜的香港 你可以在那里做一些 你买一层楼 让它升值 这样你还有机会 如果我们这样说 大家是否明白多些 共同富裕是怎样 在我们其中的机遇又是怎样 香港还有没有机会 有 前海 记住这一件事 好 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拜拜 大家看完片不要走 记得点订阅键 之后点按旁钟 当有新影片时 便会通知你